好 各位先生 我想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嗎? 我們今天要去Coffee的禁區 Coffee剛剛去完狗狗聚會 他的屁股真的很受歡迎 我們今天去完聚會之後 出發去沙頭角的中英街 要預早申請禁區子 禁區子我們都要一個月之前 就要申請 去回警方的網站 我會在影片的描述 那裏給連結出來 沙頭角的中英街 人就要申請禁區子 狗姐就不需要 私家車也是嚴禁內盡 所以我們會叫車進去 我們現在叫車來到這個禁區的位置 禁區子的時間就是 是早上7點到當天的夜晚9點 我們已經進去了沙頭角 對 沙頭角禁區在1951年就成立了 因為當時的非法入境很嚴重 這個地方真的是 很少人 第一站 第一站我們會去沙頭角碼頭 先去沙頭角碼頭 我們經過這個叫日月亭的地方 看到沙頭角的小狗 小狗 哈哈 現在已經離開了 所以現在非常少人 很寧靜 這裡 不少人會買這些魚仔牌 然後掛在這裡 許願 看見 這裡的景點是很接近的 我們現在在碼頭的旁邊 就看到這個沙頭角之角了 很近啊 深圳就是和香港一河之隔 這裡一個圍欄 對面就是內地的區域 這幅牆的對面已經是大陸來的了 還有一間日出沙頭紀念品店 要做小狗的 此外 這裡就有得買 幸福小雅 許願牌 不懂了吧 哈哈 貓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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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貓貓 在這個村民很好 很好人的 請我們吃番薯 超好人 協技商店 老闆娘很好人的 去見Taddyong Coffee喜歡吃番薯 給了一整袋我們 超好人 現在我們來到第三個景點 叫做沙頭閣火車站 買票了 20元張 20元張 誰要坐火車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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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我們大小狗可以吃這間海生酒樓 價錢也不貴 店員推介吃這個白鐵雞 多東西吃到不得了 還有他們推介一定要來喝這裏的奶茶 很滑 很有茶味 不是開玩笑 剛才沙頭角有個叫康哥好好人 他介紹原來香港有自己的沙頭角禁區 大陸那邊都有半個沙頭角禁區 你當一個圓形分中 那條中線就叫中英街 那個叫美蜂牛茄子 牛條 是的 哇 牛條啊 正啊 哇 好好啊 他送了這碟茄子牛條牛肉給我們嘗嘗吃 好脆啊 好吃 好美啊 這個白鐵雞的感覺是酒地雞 很實質的配合薑蔥一流 這個白鐵雞 這個白鐵雞很彈牙的 酒地雞很實質 配合薑蔥一流 這裏各種食物都很有鍋氣 很好吃 最差就是來這裏要申請感恩區子 不然可以經常來幫助 這裏人情味真的很濃厚 因為他看見我們兩個人叫不到什麼 那裏弄了兩隻小魚給我們吃 餐廳的角仔上面 就會看到這條中英街 就是中國和英國當時的分界線 沙頭角地方不大 但是這裏的人很有人情味 好像時光倒流到80年代的香港 他們非常好客 還有喜歡小狗 沙頭角半日遊已經結束了 多謝你們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集見 拜拜